这一家的三兄妹原本在台北都有不错的工作 但是妈妈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 想放掉家里的地瓜田 结果孩子们一个一个回到金山老家帮忙 一开始爸爸很不谅解 认为三个人明明收入都不错 怎么都跑回来跟着看天吃饭呢 再说地瓜做半年修半年要怎么养家 但是三兄妹很坚持 妈妈只有一个想陪在身边 于是他们一起拿出了积蓄 联手为传统产业做软型 并且举办挖地瓜和空窑等等体验活动 结果吸引了许多顾客带着孩子参加 原本要荒废掉的地瓜园 用笑心浇灌长出了希望 充满了欢声笑语 你们谁要当第一个 快点 我 好 你就你过来 对 不要踩到小地瓜 好可怜 今天的教室在地瓜田里还没喊开始 小朋友们已经是脱江爷嘛 我拍到地瓜了这里 我拍到地瓜了 我来帮忙做 我要去脱土啦 小朋友们现在去拿 诶 这里有吗 我挖到了 有很多很多 你们是第一次挖吗 是 好玩吗 好玩 怎么好玩 怎么好玩 就是一直挖一直玩 然后就感觉 我很有兴趣 很有兴趣哦 很有参与感哦 不是哦 我挖到这么多 你挖到这么多哦 你挖了几棵 很多很多棵 好玩吗 好玩 那里好玩 感觉很好玩就是了 黑手黑手 自己的地瓜自己挖 晚餐才有的 加菜啊 就在这一瞬间哦 好哦 你会拔萝卜吗 那等下再说 OK 没有哦 就算顶着大太阳 沾了满手的泥巴 走出田里时拿着这袋 成就感爆表 好玩的还没结束 都市里长大的小孩 看到古早砖窑 新奇又有趣 今天的午餐是用汗水 换来的当然特别好吃 像其实以前小时候的暑假很快的 就是两点去玩水 然后回来就开始帮忙处理 整理这些地瓜 不管是烧焊鸡丁 或是整理地瓜 就一把火把它烧了 然后就顺便烤地瓜这样子 这些赖家华跟赖家龙 童年信手拈来的日常 都离不开家门口的地瓜园 不像我啊 我有那么恐怖吗 有点辣 有点辣 好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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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家三兄妹以前离乡背井工作 父母年纪越大 老家金山的田地逐渐荒废 如今再次充满笑声 但小时候讲到要挖地瓜 可笑不出来 你还没采收的时候 妈妈或是爸爸 就一人一人 这样就一人嘛 一炒烤完 才可以去玩 三兄妹中最早回家的 是老妖赖家龙 先前在台北担任李医师 年收入破百万 但是得24小时待命 人际关系也令他疲惫 工作五年后陷入彷徨 有时候是精神好弱 因为他是不能NG的 心情很不错 然后他的工时也很糟 对 工时 所以你说你休假都在干嘛 睡觉 不休 三个小孩是靠着爸爸开继承车 妈妈整理地瓜园的收入 养大的 冰葬业所见所闻 让赖家龙想到 父母有一天也会老去 其实家里就只有一个 妈妈妈妈妈的家里 对 那家里没有任何小朋友 那应该这么讲 我们做那个行业 那做那个行业来讲 有钱人的老人家 他的小孩叫做外老 那一份情感 会有点帅 有点实际 有点实际 妈妈也帅 腼腆话少的她 想到患有 泪风湿性关节眼的妈妈 泪水就没办法停下来 以前为了种地瓜 付出的劳力跟收成 不成正比 就盘上来收 然后盘上 盘上就 一斤七块 七块 六块 你不教我 你不教我 你自己想办法 做完之后 然后晚上 然后自己在那边过的 我 自己在那边 都有啊 包含我爸也是 对啊 就是在小朋友的面前 她们不会去呈现出 身体病痛的那种址 甚至有一次 妈妈还自己去住院 事后才跟三个小孩讲 昨天还自己在 爆发痛我 我可以去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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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需要這麼高人 就是做職我都很心疼 因為就是愧疚 對 愧疚 這些感觸讓賴家龍決定 回家照顧這片地瓜園 他並不是單打獨鬥 當時在電子公司 當業務的大哥 也一直都在 售貨員請誰撞我 扣回來誰撞掉都去幫忙 幫忙什麼 幫忙接客啊 生火啊 收垃圾什麼都要啊 那也要幫忙挖地瓜嗎 要啊 也要戴啊 穿西裝 上一刻還穿西裝 小時候對種田必之唯恐不及 但當父母真的考慮 要放棄阿公留下的土地時 三兄妹又放不下 當時賴家華工作的電子廠 需要派人常駐大陸 老天爺替他做了決定 那一團隊有六個售貨員 沒有人要去啊 老闆就說抽籤啊 所以真的是 因為大家的年資 什麼都差不多 就抽籤 抽起來就我啊 直接跟他講讓我回家 就是電子採購還有生產管理 產品不一樣而已 但是反而做這個 現在做這個通路啊 這個反而對我來講 就是還蠻熟門熟路的 賴家龍回家後兩年 哥哥跟姐姐也辭掉工作 回家了 兩人以前在電子業 也都有很好的薪水 回家當農夫種地瓜 過著看天吃飯的日子 爸媽當然捨不得 反對啊 姊姊都嗨啊 我三個 像我爸罵歸罵 還是會幫我們做很多事情 雖然我們在那個 這裡出生長大 可是你知道 有時候跟長輩還是會有 GAP 所以有時候也是他幫我們 再去打通一些人際關係這樣 回家種田 講起來很瀟灑 但是地瓜田做半年修半年 全家人靠他吃穿 還真的會怕 那時候的收入大概一年 大概就一二十萬的收入 那不要講養活三個人 就光要養活我弟有沒有 其實就有它的困難度在 其實那吃掉的當下 還是很害怕 因為它不是一個像現在 這麼穩定的狀況 說那我們就回家工作領薪水 沒有 就是還是有一頓沒一頓的 就是這個月電話忽然變少了 你會開始害怕的樣子 金山的種植面積有限 沒有做大規模生產的條件 他們意識到 這裡距離都會區很近 挖地瓜 空窯體驗活動 很受歡迎 能把每分地產值極大化 三兄妹一開始湊了66萬 一切從土法煉鋼開始 地瓜這種東西 你們覺得像海鮮一樣 當撈出來之後 馬上吃人生魚片 把它吃掉會比較好 還是要放一陣子就放比較好 這是七小時 你覺得是七小時 還是七天二選一 像我在跟客人介紹我的零件規格 我就這樣講 這其實是很生硬很無趣的 所以 那時候我們在第一次在帶的時候 有沒有 我都很記得有沒有 那個老師有沒有 上完一堂課之後 他只跟我講一句話 你們新開的 業務出身的賴家華很擅長 人際互動 但是要面對注意力 只有一分鐘的小朋友 真的要砍掉寵戀 當然很多東西就慢慢調整 後來你就會 所以我們才會有所謂的劇本 腳本 跟每一個知識性的東西 把它砍進去 走過12年 賴家的地瓜田 又重新充滿活力 品牌經營得有聲有色 還有打團體戰 剛開始的時候 結果那個阿伯我們就跟他講說 阿伯去你的地瓜田 挖你的地瓜好不好 他陸陸續續把客人帶過去 然後大概一兩個月後 我就問他說阿伯 我跟他問一下 你這樣最好一天要收多少 他說一天最好要收三四萬塊 就等於是十倍了 這片地瓜田 像看不見的風箏線 把三兄妹拉回金山 拉回媽媽的身邊 他們更不利於分享 讓老農不再悲情 盼顧瞎能夠共好